您想准时准点的看一场超级大战吗 那我告诉你 听好闹钟 这场超级赛事已进入倒计时 不管是主赛还是副赛拳手均已到位 那这比赛几点打从哪里看 我上一期评论区里还是很多人在问 当地3月8日 我们呢就得说3月9日的凌晨 两点左右开战 从哪里看呢 由于有各平台竞争原因 就不方便说 有付费的也有白票的 我打在评论区 你们自己看去啊 跟他想说了 那有白票的谁去付费啊 白票的磨不叽叽 不是要礼物就是卖东西 要么就掉下 有一例就有弊 你们自己考虑 跟我没关系啊 还有个问题 就这次比赛的版权 好像没有拿到 我看有几个博主 又整起阴谋论上了 张之磊的上一场比赛 也是在沙特达的 偶音没拿到版权吗 怎么的事隔几个月 就扯到政治上了啊 这一板块就属于商业吧 商业不对市场来决定吗 那九块九和白票差不多了 你看有多少人付费啊 你敢赔钱买没吗 用这么简单点道理 你非得扯东扯西 没话你闭嘴行不 好了咱们上一期 张之磊和帕克那点事 我说的已经很详细了 很多小伙伴让我讲讲 约书亚和纳干诺 说实话 不敢讲 纳干诺和泰斯福里那一期 把我这脸打的 那啪啪的 还好用张之磊陪我做伴 反正我这临死 为了拉个电背的 这不按套路出牌 他这完了吗 我他妈也说不好 理论上嘛 就老张也说了 那你纳干诺 那就是个小学生 可现实 那福里被揍的 他这么爹 他不认识呢 这个世界 我也看不太懂了 反正他们两个比赛出演 我不敢说了 我从其他地方 找了点蛛丝马迹 从这个纳干诺口中 他说这个约书亚 不太好对付 他比泰斯福里强大得多 约书亚呢 他本人 乃至他的团队 就非常蔑视纳干诺 但是胸有程度 我这还是憋不住 我还是认为 约书亚轻松 可以拿下纳干诺 要不然 他也不科学 此时这个纳干诺 粉肯定是不服了 首先吧 这是拳击规则 你打MV的 和这个职业拳击的 平时的训练 整体的路数 它都不一样 就练MV的 你看似它比较复杂 不单只练拳道 还有腿 肘 地面降伏 等等一系列动作 但是还有那么句话 往往看似简单的 它越复杂 职业拳击 只练拳和脚下运用 大体上就这两大象 但是你要把它运用好了 很难 何况约书亚 拿过四条金腰带的拙 那也算顶级拳王了吧 就是你泰森复礼 被拿个诺 揍那个样 已经算拳击界的耻辱了 如果你约书亚 再出现点什么纰漏 那都回家中地去吧 黄了得了 拳击小伙伴们 稳住我说对不对 咱们就用最简单的道理 最操的话 说这个事 这就好比同样是司机 开火车的和开汽车的 那是一个开法吗 跟我怎的 我他妈不敢说了都 此时肯定有人想说 马克诺重拳 60亿最强 这句话你放在MMA上 可以 你放在职业拳击上 我跟你说 那就不恰的 众所周知 福尔曼的拳头力量 他说第二 谁敢说第一 可当年老货拿他当肉啥袋啊 就是不给你有效距离 老货算赢在技术层面上了吧 还有就是你打MMA的 拳套不一样 规则不一样 你可以大开大合的 把对手干倒 然后鞭尸 砸云为止 直到他没有任何战斗力 然后你取胜 那职业拳击就不同了 你大开大合的 就是个大击 带着这种拳套 你敢保证 一拳就把对手干得下磕吧 万一人家挺过多秒 那可以重新战斗他 职业拳击玩的是细活 他也有边缘技术 人家起来之后 就搂爆 来化解战时的危机 再之后 你再轮还好使吗 如果运输价 就和当年老货 打福尔曼那样 那就证明之前我说的 你泰斯福里 就是个世纪大水货 照常多了 我不敢说了 对了 咱们上一集猜的 张磊的收入出来了 沙特方面 一共给张磊和帕克 1500万20分 我说的500万加 还算靠谱 约书亚和纳盖诺 拥给了6000万 约书亚将会分到 大概4000个左右 再乘以7 我的天 你这本比赛输了 我他妈有电话咋的 好了 上点关注 下点赞 花草草送一点 比赛还有什么消息 我会及时更新 下班